原标题 隋行演绎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在这部小说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程咬金 在演绎小说和民间传说中 程咬金是一位活了一百多岁的老兽星 当然真实历史上的程咬金并没有活这么大岁数 但的确是很长寿 77岁才去世 唐朝初年有24位功臣 那画像被挂在灵烟阁上 他们被称为灵烟阁24功臣 程咬金就是这24功臣之一 程咬金晚年的时候武则天把持朝政 朝堂中的很多大臣都纷纷反对武则天女主当政 武则天也因此杀了不少反对他的人 但是在武则天杀掉的这些人当中并没有程咬金 这是为何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晚年的程咬金并没有参与到党政之中 而是远离朝政是非 顶着功臣的名号逍遥度质 这样一个玻璃朝政不参与争斗的人跟武则天无怨无仇 武则天根本没必要杀他 在唐高宗里治继位的时候就有不少朝臣遭殃 唐高宗继位的时候很年轻 朝中的大臣都是唐太宗时期留下来的 他们对于唐高宗的新政处处彻肘 武则天作为唐高宗的皇后自然 要帮着自己的丈夫处理这些老臣 所以武则天与李治联手处理掉了很多把持朝政以老卖老的老臣 比如说长孙无忌 楚遂凉等等 武则天深受唐高宗的喜爱 唐高宗想要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位后 长孙无忌带头反对 这样的眼中盯武则天怎能不恨 所以长孙无忌后来的下场很凄惨 大唐朝堂上斗争是你死我活 但是程咬金却绝不参与 他是跟程咬金当年一起陪着李师民打天下的徐茂公参与进来了 好在徐茂公站队了队伍 站在武则天与李治这边 尤其是唐高宗想要令武则天位皇后的时候 他是支持他 也正是如此他最后才得以善主 程咬金是开国功臣 晚年又比较低调 不参与各种斗争 也不结党零私 唐高宗与武则天一定会将这样不惹事的人 当成庙里的菩萨高高的供起来 这样才能彰显皇帝的人德 程咬金晚年能够懂得自保之道 也是大智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